北京时间12月25日 从圣诞节的晒照 我们看看足球明星的性格 太明显了 梅西是最低调 也是最内敛的 如果她不是因为 是梅西引发诸多关注 或许都不愿意晒 梅西圣诞也只是晒了于老婆的合照 C罗相对比较高调 但现在的C罗已是超级明星 和当年那个花花公子已判若两人 在社交上内敛了很多 专注于家庭 所以C罗把女友、孩子、家人一共15口人 全部晒了出来 不过现在 C罗真正的朋友的确不多了 她有点高处不胜寒 内马尔就完全不同了 圣诞节来了 内马尔似乎比TO冠决赛还开心 疯狂晒照 除了家人 还有朋友 包括各种美女 简直玩嗨了 这就是内马尔 赛场内追不上梅罗 最终心如死灰放弃了成为球王的可能 赛场外则是各种狂秀生活 除此之外 来万也是比较内敛的 她晒出一家人 但孩子们全部背对着镜头 可以看到 这些超级球星们的确也是性格差异明显的 平心而论 作为2021年体坛收入第二名 至今梅西在个人生活上几乎零黑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 真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 来万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 她的私生活同样很低调 专注于赛场 才有了2020-2021年几乎足坛第一人的表现 塞罗浪子回头 成为了足坛优质偶像 论完 很少有足坛巨星比得过内马尔